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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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1975年至1979年的高延红山军政权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柬埔寨是一个进行重建中的国家 当时 柬埔寨25%的人口被杀 全国的许多基础设施被毁 尽管这里缺乏基础设施 管理技术及外国直接投资 但是曾立强来到柬埔寨后 仍然被这里的潜力所深深吸引 并开始计划在仙罗湾进行石油勘探项目 1993年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 柬埔寨大选成立了第一届民主政府 之后 柬埔寨新政府开始收集了有关西哈努克地区新建一座水上娱乐城的方案 并进行国际招标 这次的招标由一个澳洲顾问团队代表柬埔寨政府 以全球最高的标准监督和评估招标过程 由曾立强全资持有的马来西亚私营公司Ariston为此次招标提交申请 经过严格的筛选和面试过程后 该澳洲顾问公司向Ariston受语合同 而当时Ariston是招标的首选投标人 1995年1月2日 柬埔寨政府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正式与曾立强签订发展协议 见证者包括了时任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 时任柬埔寨第一首相诺罗敦拉纳列亲王 以及第二首相彤森 之后 柬埔寨政府授予赌场牌照给Ariston 根据协议 曾立强公司的赌场牌照有效期长达70年 其中包括了在金边方圆200公里范围内 有着不可撤销的40年赌场独家经营权 而后 这个赌场独家经营权获延长10年 直至2045年 这就意味着 在2045年之前 其他赌场业者不能在金边方圆200公里内兴建赌场 因此金介控股拥有着柬埔寨中心的赌博业的绝对垄断权 1995年5月 Ariston把赌场牌照颁发给金介控股 同时 金介控股正式开始在柬埔寨首都青边中心地带的巴塞河畔的一艘舶舶船上经营其赌博业务 按约14160平方米地区兴建娱乐及酒店设施 并命名为金介娱乐城 金介的英文名称来自高年神话中的七头蛇那家 是当地人的吉祥象象征 金介娱乐城于2000年12月开始兴建 它有着一座16层高的酒店以及一座8层高的娱乐城 两者由天桥相连组成 2003年10月1日 金介控股正式将它的赌博业务从博船上搬至地面的金介娱乐城 2006年 金介控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这也是首家在联交所公开招股上市的博彩类公司 2017年 为金介娱乐城提供扩充的金介27隆重开幕 金介27总建筑面积达12万平方米 包括了酒店 餐厅 剧院和金介步行街 而金介3将会赤资35亿美元兴建 其中一半的资金将由老板曾立强提供 预计将会在2025年完工 建成后将成为柬埔寨首都金边最高的大楼之一 足以和新加坡金沙娱乐城相媲美 让我们说回金介控股的创始人 曾立强曾经被委认为柬埔寨首相红森的经济顾问 这让曾立强能够在柬埔寨获得足够的人脉 和政治背景来建立自己的赌场王国 除了金介控股外 曾立强在马来西亚还我有加难问来和第一控股工业的主要股权 金介控股是柬埔寨最大的酒店、博彩及娱乐运营商 它的主要业务可以分为大众业务、贵金厅业务以及非博彩业务 其中大众业务又细分为电子博彩机和中厂业务 电子博彩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各种类型的老虎机 而中厂业务则是大厅里的各种轮盘、桌面扑克游戏及百家乐等等 贵宾厅业务则是针对典型的富友人士 该类客户仅于指定贵宾厅及指定采区参与博彩 而非博彩业务则包含酒店及商场等等 根据金介控股的2019年年报所揭露 金介控股的2019年营收达到17.55亿美元 净利润5.21亿美元 其中,贵宾厅业务占了全年营收的71% 大众业务占27% 其余的2%则是非博彩业务 可以看出,贵宾厅业务在营收占比上逐年增加 这显示出贵宾厅在博彩业中顶梁柱的地位 然而,虽说贵宾厅业务占了总营收的71% 但是它只占了总毛利的41% 这就意味着贵宾厅的毛利率比大众业务低 主要原因是因为贵宾厅收入除了需要缴交博彩税外 还要缴纳中介人用金 柬埔寨经济的四大支柱为 旅游业、加工业、建筑业、农业 柬埔寨仍是新兴的发展国家 以前曾受战争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较慢 不过近年政治稳定,并大力推动旅游业 成功吸引不少游客 其中主要来自中国、东南亚、韩国、美国和日本 作为今天的主要旅游胜利 金介控股极大的推动了柬埔寨旅游业的发展 并贡献了柬埔寨2018年约23%的旅游业国内生产总值 同时,金介控股也是柬埔寨最大的雇主 目前聘请了8700名员工 作为东南亚居域的竞争对手 金介控股对于数大根深的马来西亚云顶集团 有着自己的优势 在与柬埔寨政府的相关合同中载明 金介控股有权将赌场设于指定范围内任何场所或娱乐城 亦可再误须柬埔寨政府批准下自行决定经营游戏及博彩其种类 赌场的营业时间并不受限制 这就意味着金介控股除了拥有柬埔寨的独家赌牌外 它还获得了业务上几乎绝对的自由 柬埔寨政府对于金介控股的赌桌数量 电子博彩机的数量以及博彩中介人的用金比例等等 均没有限制 这让金介控股相比其他同行具备更大的竞争力 而且根据金介控股与柬埔寨政府签订的协议 该公司拥有的赌场牌照是不可撤销的 如果柬埔寨政府基于任何理由 在牌照到期前终止或者撤销牌照 则需要向赌场支付赔偿 因此 尽管此后柬埔寨主政者数次更迭 但赌场的专营权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赌场比柬埔寨任何一届政府都稳固得多 这让金介控股能够在政治局势不稳定的 柬埔寨保持着平稳的发展 除此之外 柬埔寨较低的劳工成本环境能够帮助 金介控股压低成本 从而获得更好的利润率 相较于发达国家的其他赌场同行来说 这份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现在仍然与世界上的其他博产巨头 有着一定的距离 但是伴随着柬埔寨的快速发展 以及自身的独特魅力 相信丹斯里曾丽强医生的金介控股 能够更上一层楼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这支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收藏和分享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